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我们说这个气体是天然气的时候 一般甲烷的浓度是要达到90%以上的 所以后面我说到类似的事的时候 如果我不做特别的说明 那么甲烷和天然气你就认为我说的是同一件东西 第二个就是天然气带来的能源危机 可能导致的能源转型的革命 也就是说欧洲目前的能源危机 会不会倒逼全球新能源的开发 这个我们将在下一次给大家来讨论 刚才说了 新闻的确也不算是什么新闻了 但我还是要简单的提一下 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天然气管道 北溪一号和二号天然气管道 几个月来其实一直是处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中心 对吧 西方社会包括欧洲 他们指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然后跟随着美国 对俄罗斯实施多人制裁 在这些制裁处置当中 有一项就是限制俄罗斯的能源注口 而俄罗斯的反制裁是削弱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我怎么就感觉到 这里的制裁和反制裁是相相而行的 而且配合的是如此的默契 对吧 在目前全球化大背景下 不同国家之间其实是相互依赖的 动不动就制裁别的国家 好像其他国家的发展都是你的恩赐似的 对吧 更重要的是制裁措施是一把双人舰 也可能伤到自身 甚至自己的话可以伤得更厉害 所以在过期的其实60多年里 俄罗斯一直是欧洲国家的主要能源供应方 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这样的 欧洲严重的依赖从俄罗斯进口能源 因此对欧洲来说 一场能源危机那就尽在咫尺 所以新闻当中当时说 9月26号在波罗的海的北溪天然气管道上方 发现了大量的气体雨流 什么是雨流呢 这是牛体力学一个专用名词 简单的说就是高速喷出的 成羽毛状的这种气流或者是水流 就是大家看到的照片这样的 而且之前还观察到了巨大的爆炸声 所以新闻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 最后证实是从俄罗斯通往德国的天然气管道 发生了泄露 地震学家们说泄露不可能是因为地震 有非常大的可能是人为的破坏活动 北约也称不管是哪个国家的行为 这都是一种破坏行为 有关这个事件的地验政治谜谈 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我们将主要讨论北溪天然气管道泄露 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是什么 虽然这些天然气管道并没有正式开始运行 但管道中因为要进行测试 所以还是有不少的气体的 这些气体在泄露的时候 它们从海下逐渐的向上捧出 是吧 形成了我们看到的海表的气体一流 最终进入大气 据说有些科学家表示 北溪天然气管道的泄露 导致大量温室气体加烂进入大气层 会导致极大的气负灾难 真的是这样吗 对这次泄露作为科学家们的任务 一方面当然是搜集可能有助于查明 泄露原因的那些数据 而另外一方面 有许多研究人员试图计算出 泄露了多少甲烷气体 要精确估算出排放了多少甲烷气体 那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但出谷是可以马上就进行的 对吧 我们可以猜测一下 管道被炸之后 天然气它是如何泄露的这个过程 随着这些加压的天然气 通过破裂的管道泄露 那就会迅速的向海面上升 对吧 那么气泡的大小 那肯定会随着压力的降低而增加 到达海面之后 大气泡的话就崩裂开来 在管道破裂这个上方的海面 就会形成极大的这个翻滚 那么我们从太空当中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看到海面气泡的这种特征 所以首先我们就可以想到 看看卫星有没有监测到这个过程 你说我派个飞机过去可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不一定来得及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危险形式吧 卫星的监测就有可见光信号的 也有微波信号的 但一般情况下可见光信号的光学信号就可以了 但是北欧这个地方啊 在秋天这个时间段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一直是雾影密布的 银层很厚的 对吧 所以光学摇杆的作用在这儿不大 只能够依靠这个微波雷达成像仪 现在的新型的卫星呢 都是采用了光学与微波互补的成像仪 大家知道微波信号 它是能够穿过银层的 对吧 那么现在的话也就是9月26号 可以看到这个拍摄的 波罗的海的天然气泄露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冒泡的过程 观察到这个现 拍摄这个照片呢 就是去年欧航局发射的一个卫星 这个卫星呢 它就装了两个传感器 一个叫 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读啊 我们就称为叫做新普利亚德斯 这个传感器 还有一个传感器的话是planet 这个的话是阴影我会读 是星星的意思 那么这两个传感器呢 一个是光学信号的 一个是微波信号的 所以经过二者互补之后拍摄的 高分辨率的图像呢 它的分辨率 还是非常高的啊 可以达到三十厘米 这就足以清晰地看出这些大气泡了 显示出海面爆炮的范围呢 大概从五百米到七百米不等 当然也还有其他卫星所拍摄到的啊 比如这一张这个卫星的话 我们称之为叫做冰岸卫星 这是在9月28号拍摄的啊 这就充分体现了 有源微波雷达的强大之处啊 它们可以在大范围内穿透银层 然后以高分辨率监测加弯 在海表泄露的这些特征 这就极大的克服了光学仪器的这个限制啊 大家看到啊 虽然我们这里说可以通过卫星测量 天然气在水面上冒泡的这个范围大小 但这确实啊没有提供太多的信息啊 来确定有多少甲烷释放到大气中的 从技术上来说呢 监测水面上的甲烷那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水体自身就会吸收 淡薄红外波氮的这部分阳光 而用于甲烷摇杆的也是这个波氮的光啊 那么到最后的话就会 传感器的光量的话就不足 而在这个高维度地区啊 大家知道到了秋天的时候 本来光线就开始变弱了 因此这个时候呢 就显得更加的不足了 也就几乎不可能测到高维度海域的甲烷浓度 在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只能根据收集到的各方面的数据来进行估算 或者说进行比较总计算啊 那么丹麦能源署 他就估计在会最坏的情况下 那就相当于丹麦2020年一年的天然气泄露当中的 多少呢 三分之一 这大概是7.78亿立方米 也有估计说呢 这次北溪泄露啊 可能比2021年7月份 墨西哥湾的那一次重大的泄露时间更加严重 那么根据欧洲航天局当时的统计啊 墨西哥湾的泄露呢 在17天内就释放了大约4万吨甲烷 那么言下之意呢 北溪管道的泄露肯定会高于这个数啊 或者说呢 甲烷泄露的量的话 可能至少达到了4万吨 后来呢 也有新的估算表示 至少有8万吨甲烷气体 扩散到海洋和大气当中了 这一下子又增加了到两倍了啊 还有根据这个管道的尺寸和水温来进行估计的 说这个泄露的话 大概有11.5万吨加万 其实不管是4万吨还是十几万吨啊 这都将是历史上单一地点天然气泄露的大事件了 也有可能是最大的事件啊 的确哈 这个事件从短期来说绝对是异常巨大的事件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啊 如果最后这些泄露量得到证实就是那么多啊 那么我只能说 这次泄露事件对环境的危害几乎不止内体 从全球来看 北溪甲烷泄露只是化石燃料作业 包括油气田和管道 在常规甲烷泄露当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 有人可能会不信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比较一下 看看这个泄露量啊 站在全球的角度究竟有多厉害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 国际能源署是据前卫的统计了 对吧 那么全球每年甲烷的排放量约为5.8亿吨 其中包括来自自然自然的排放量 约占全球排放量的40% 其余的60%的话就来自于人类活动 这个的话成为人为排放 最大的人为排放源是农业 约占排放量的四分之一 紧随其后的是能源部门 那么其中的话就包括煤炭 只有天然气和生物燃料的排放 那么根据这个数据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啊 以最高的数据来看 11.5万吨甲烷 还不到5.8亿吨的 0.02% 也许这样表述不是那么直观 对吧 你们也还是营利物理 那么我们就换一种方式来看啊 地球每年排放5.8亿吨甲烷 我们可以计算出平均每天排放的甲烷有多少 有158.9万吨 大家看到了啊 泄露了11.5万吨的甲烷 还不到一天甲烷排放的10% 所以这并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全球甲烷排放的什么格局 因此认为北溪管道天然气泄漏 将造成极大的旧灾难 其实是有些严过其次的啊 那么还是有人担心 是否存在可持续性的环境影响呢 其实影响也不大啊 刚才说了天然气的成分的话 主要是甲烷 溶解度仅仅为0.03% 这属于微容易水的 但是甲烷的话 几乎不和水发生任何的化学反应 不管是在水当中还是在大气当中 它都是无毒的 所以说持续的环境危害呢 也是不太明显的 当然在海水当中呢 这个问题呢 可能会显得复杂一点啊 目前的话 我们尚不清楚 这些高农多的甲烷 是否会对海洋生物 产生什么影响 海水当中 能够氧化甲烷的细菌 在这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这是否就会促使 它们的生长繁殖来 现在是秋天了 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生长的话 是已经减缓了 如果以甲烷为食的细菌过度繁殖 可能会进一步牺牲 其他浮游植物生长 对吧 那么进一步的影响的话 可能就是最终影响这个生残系统的食物 但我们现在的话 是无法预测这个结果的 只是有些科研人员 他们进行这样的猜测 说哥德堡大学的研究人员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研究的好的机会 他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采集了一些水量 就想看看海水当中 甲烷含量 它们升高的时候 这些类型的细菌 是否会生长 据说它们会对甲烷当中的 这些内容物 进行DNA分析 还说要在今年年底的时候 发表文章 到时候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当然 天然气的话 它不是纯的甲烷气体 还有一些其他的气体 比如还有这个少量的 一丸 丁丸 雾丸 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硫化氢 还有些本 和其他的微量化学物质 这些气体 除了硫化氢 其他的的话 都没有什么味道 本也有一点味道 但大家可能会说 自己家的天然气泄露的时候 是可以闻到味道的 对吧 你们这种感觉是对的 因为燃气经营公司 经营单位 在将天然气 输送到各家各户的时候 会向天然气当中 加入臭味剂 或者加臭剂之类的 这样的东西 这样就发生泄露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闻到一种特殊的气味 从而的话 就可以让人们提高警惕 避免发生爆炸的危险 那么在这个管道当中 当时还是没有添加 什么臭味剂的 对吧 可能的话 有一些其他的物质 比如说硫化金 还有少量的这个本 这对海洋生物和雨液 以及人类健康 可能是会造成直接危害的 这是我凭最大的想象 能够想象到的 但是任何毒害作用 抛开剂量 谈毒性 那都是胡说 对吧 这些量还是太小了 在巨大的海水中 那就是很容易被稀释的 我猜测的话 影响也不会说是特别大 其实我还是希望的话 将可能的危害这个问题 说的更加严密一些 一定要说甲烷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那就是甲烷在对流层和平流层 对臭氧产生的影响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方面在对流层产生臭氧 会污染我们的大气 但如果在平流层产生 特别是在南极 反而的话就会减弱 抽氧空中的产生 不过我们通常最担心的甲烷的危害 还是起对气候的影响 但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由于单次排放 所占比例不高 所以这种影响从全球来看来 也是维护其微的 而我们的气候变化是在全球这个尺度上发生的 所以对气候真正的影响是那些磁细性的甲烷的排放 而不是这种脉冲式的 也就是说我们大可不必为这次北溪天然气管道的泄漏而过度的担心 因此我们可以更明确的说 这个事件它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也不是什么好消息 但也绝对不是气候炸弹 但是我更想借这个问题来以大家探讨的是 甲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泄漏 那是非常多的 这可能的话是更值得我们大家担心的 并应该努力想办法解决的 我这里也先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同样是来自于国际能源署的 说在这个13.5亿吨以能源相关的排放当中 古迹有4200万吨的甲烷释放来自煤矿 4100万吨来自油田 3900万吨来自天然气的开采加工和运输 900万吨来自生物能源的不完全燃烧 主要是木材和其他固体生物质被用作传统的烹饪燃料 还有400万吨来自最终使用设备的泄漏 也就是我们的燃气设备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通过燃气设备的泄漏 也有1万多吨 11.5万吨甲烷 也就相当于燃气设备 我们不到10天的泄漏量 好我们大家看到了 不管是我们大家都密切关注的二氧化丹 还是我们今天谈论的焦点甲烷 我们在谈论它们主要是因为它们是温室气体 对吧甲烷也是一种温室气体 在温室气体当中 这两个温室气体都是碳的化合物 一个是氧化产物 一个是还原产物 它们都是温室气体 经常有学生问我 什么样的气体的话会成为温室气体 它们非温室气体有什么不同 有人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他就说不同的原子组成的气体分子 就是温室气体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值得上学的 这对于大多数温室气体来说可能是对的 也有很多反例 也很明显 比如说这个臭氧 对不对 这个臭氧它就是由三个氧原子组成的 它都是相同的原子 对吧 但它们也是温室气体 所以我们认为在更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类似于氧气和氮气这样 有两个分子组成的气体分子 它们形成了共加件 像一个天平一样的非常稳定 一般情况下 光子的能量是不足以激发它们发生震动的 即使有所激发 也是仅仅在仇向发生轻微的线性震动 这几乎不会向外辐射热能 而三个氧子或者是三个氧子以上的 所组成的气体分子 它们就很难平衡了 对不对 因为它们的质量也不一样 受到光辐射的时候 平衡就很容易打破 可能的话会产生更复杂的震动 那么就会向外的话辐射热能 也就是热辐射 这就是温室气体产热的物理机制 那么的话我们还是说回甲烷和二氧化碳 这两种温室气体在大气当中的寿命 那是非常不同的 二氧化碳在大气当中是非常稳定的 可以在大气当中停留数百年到数千年的时间 因为二氧化碳是一个高度氧化的产物 所以在充满氧气的大气当中 那是非常稳定的 很难再发生化学反应了 这个你们应该能理解的 对吧 二氧化碳的归属 只会被地表植物的光合作用所吸收 或者是地表的水体溶解一部分 那么地球上的原始 还有人工环境的水粒都会凝固 这一系列过程也是会吸收一些的 而甲烷是一个还原态的气体 在富含氧气的大气当中 那是时时刻刻都可能会被缓氧化的 所以平均的成就时间也就是十多年的时间 那么除了大气当中成就的时间不同 不同的温室气体 它们吸收红外线的能力也是不同的 因此就表现出温室效应了 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别 每分次的甲烷 吸收红外线的量的话 是二氧化碳的二十多倍 氮氧化合物更高 刚才有朋友提到了二氧化碳 它是二氧化碳的二百七十倍 这些气体虽然吸收红外线的能力强 但它们的量的话也很少 所以最终的综合影响的话 也不一定比二氧化碳大 最终的排名的话 我们大家也许比较熟悉 就是最大的话是二氧化碳 其次是甲烷 然后再是其他的一些温室气体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不同的温室气体 温室效应能力是不同的 存留的时间也不同 那么就如何计算它们的综合效应呢 一般来说 我们只好设定一个时间段 然后比较这个时间段中 温室气体的内积效应 一般设定的是多少时间 是一百年 也有二十年的 比如说这个甲烷平均存留时间 是十多年 用这个二十年进行比较 那就比较合适的 那么最后看看二十年内的表现 如果将二氧化碳的温室效应设为一 那么相同数量的甲烷其温室效应 就可以与二氧化碳进行比较 所以大家一般的话就看到的这个说法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是吧 是说甲烷在二十年内全球真温潜力 是二氧化碳的八十倍 有许多人刚开始没看懂这句话吧 对吧 那么现在和这个之后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懂了 当然我这里比较强调一下啊 二氧化碳当量只是从数值上让我们有了一个体会 了解了一下其相对的比例 然后呢 可以最后以二氧化碳这个单一的指标来进行统计和比较啊 这是目前其实是达到管理上的便利 但对于真正的减排来说 对减缓气候变化来说啊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标准啊 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啊 大家想想 我们对气候问题关注的 从根本上来说 真正重要的 并不是温室气息的排放量有多少 是不是 而是升高的温度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有多大 特别是对人类的影响有多大 在这个方面呢 像甲烷这样的气体 显然要比二氧化碳要糟糕得多啊 它会是温度星数上升 而且升幅很大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啊 上升速度和升幅很大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啊 这个缓慢升温带来的破坏那是一样的嘛 虽然二者的温度最后的积分可能是一样的 但破坏率呢 显然是不同的 对吧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 在使用二氧化碳当量这个术语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是武断的胡适了其重要的短期效应的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啊 所以可能带来一个负面作用 那就是会让我们掉以轻心 胡适短期的快速增温的问题 那么迄今为止呢 甲烷对全球气温上升的贡献呢 约为30% 尽管它在大气当中的含量呢 还奄奄低于二氧化碳 对吧 因此如果我们考虑短期的快速的增温 可能带来的这些伤害 那么我们减少甲烷排放 将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对遏制全球变暖 是不是会产生更迅速 更直接的影响呢 那我们就来看看甲烷的情况 目前是如何吧 以二氧化碳类似啊 大气当中甲烷的含量来含 自工业革命以来 也是一直迅速增加的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啊 甲烷的增加 主要是由于天然气和煤炭行业的泄漏 这是2021年的这个统计啊 大家可以看到 增幅达到了17个PPB 这是自1983年系统监测以来啊 这个大气甲烷含量年份增加 最大的一年啊 目前的含量呢 已经比工业化时代 平均高了约162% 其实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业开始啊 甲烷的含量就以每年 1%左右的速度在增加 但大家看到 在20多年前 也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 大气当中的甲烷含量 曾经一度停止了增加 这可以认为是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啊 让人类稍微缓了一口气 但是好景不长 自从2007年之后 大气当中甲烷的浓度的话 再次开始态升 而且在过去几年当中 一直有加速的这种趋势 2014年是极端的一年啊 是非常极端的一年啊 增长率翻了一半 而且增幅很大 对这个问题也就是刚才说的 先缓和了一下再加速的过程 目前科学家们还没找到原因啊 但他们知道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这种激增可能会危及 巴黎气候协定的顺利达标 有这么严重吗 的确是有的啊 巴黎气候协定当中的排放目标啊 主要是基于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数据 哎 我们刚才看到了哈 那个时候的甲烷水平上升是较为缓慢的 甚至都没怎么增加 而且特别滑稽的是啊 在巴黎气候协定的气候模型当中 当时对排放情景的假设啊 还认为甲烷水平 自2010年以后会一直下降 而实际的情况是 我们从这张图就看到了啊 自2007年以来其实是一直上升的 而且又加速上升的趋势 大家也许听说过啊 天然气这个东西啊 它可能是一个让人爱恨交替的东西啊 天然气它被能源行业 甚至被广泛的描述为 可再生能源的过渡燃料 因为它在燃烧的时候 要产生相同的热量 说排放的碳只是使用煤炭的一半 至少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低碳气带品吧 大家想想啊 甲烷本身是一种温室气体 如果直接排放 那肯定就增加了大气当中的温室气体 对吧 但是如果你有办法收集起来 作为能源排放 一方面可以减少甲烷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 另一方面呢 还可以减少其他化石燃料的燃烧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不是一斤两则的事吗 的确啊 将天然气划分在清洁能源行业呢 那当时就是处于这方面的考虑的 问题是啊 我们大多的情况下 并没有经济上核算的办法 能来将这些零散的甲烷收集起来啊 我们知道增加一套天然气分离系统 起费用 也比分离这些天然气的价值啊 要高很多倍 所以很多时候呢 都是直接排放的 或者是软烧掉 比如说在这个垃圾填埋场 多余的甲烷气体呢 那都是直接排放的 对吧 而且即使在世界上的这个各地的油田 油气田生产的过程当中 这里应该说呢 增加一些回收装置 不是很难 对吧 但是实际情况呢 在经济上呢 仍然是不合穿的 所以很多油气田的半生天然气呢 也是直接排放的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叫做放空燃烧 其实这种燃烧的气体呢 它比较复杂啊 伴随着石油一起出来的天然气啊 有一些它是属于 织细性的这种气体 如果释放出来 会给现场的工作人员 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就是一方面会有污染空气 另一方面呢 如果这些天然气 直接排到大气当中 一旦遇到明火 那发生火灾和爆炸的风险呢 也非常大 对吧 所以油田呢 一般就专门安装了燃烧准 在可控制的条件下 将这些气体燃烧掉 就是我们看到的啊 这是为了确保安全 那么现在的话 各位也知道了 总体上燃烧掉再排放 也是减少大气氛 是效应的一种办法 对吧 所以这种放空燃烧呢 从刚开始采取这个办法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是一种浪费 但是到现在的话 还是不得不采用 目前大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 许多国家的话都在考虑 也要改变这种状况 像2015年的时候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呢 还联合发起了 到2030年 实现常规天然气 零放空燃烧的倡议 其目标的话 就是在2030年前 设法消除在石油生产作业当中 放空燃烧这些半生的天然气啊 所以我们这里呢 还是不得不担心的是啊 如果考虑天然气开采 和生产过程当中的浆烷泄露 那么对气候影响来说啊 并不一定更有优势 甚至可能表现出 天然气对气候的影响 比煤炭更糟糕 这种可能性啊 我们关注的最终问题 是气候问题 对不对 所以最后对气候的影响 才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 也就是说 全球对甲烷所产生的 气候效应的担心 那是与人计真的 说到这里呢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相关的概念啊 这个大家的话 目前的话经常会见到 就是碳中和 零碳排放和气候中和 大家知道有什么不同吗 好 我们这个第一个概念的话 就是碳中和 我相信这个词 目前在中国大级上 已经是家与胡销了 对吧 大家回忆一下 第一次听说是什么时候 我估计在2020年9月 我能够想到的话 就是2020年9月22号 联合国大会上 中国宣布了 2030碳达峰 2060碳中和的目标 对吧 那么在之后的 每次国际大会上呢 中国就更加坚定的 重生了碳中和的目标 那么我们当时就直接表现出 我们要在碳中和这个问题上 说道做道 言出必行 行必过 对吧 那么综合的概念呢 我们应该是在化学课上 或者是物理课上 都应该听到过 是吧 叫做酸碱中和 振负电荷中和 如果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 那就是指相对的两个事物 一半两件事物吧 相互抵消 最后他们就实习了 各自的特性 对吧 所以按照这种理解呢 碳中和就是二氧化氈的排放 以吸收 这两件事相互抵消 最后实现二氧化氈的另排放 那么碳中和在计量的时候呢 一般是振入的一个国家 一个区域 一个企业 或者是一个组织的啊 时间的话 一般是用一年的周期来衡量 计算他们在一年当中排放了 二氧化氈有多少 或者是清除到了多少二氧化氈 如果二者达到平衡 就代表达成了碳中和 但是如果我们去读西方的 新闻或者是文献啊 你会发现 很少出现碳中和这个词 他们说的更多的是 Net zero就是零碳排放 那么这二者是相同的含义嘛 很多人可能在这个问题上 他并不是特别清楚啊 只是简单的认为二者是同一词 其实不是的啊 碳中和 其实我们刚才我在说的时候 也给大家说了啊 特意说到了 只说到了如何控制二氧化氈的指标 而净零排放呢 指的就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 扣除吸收 最终为例 除了二氧化氈 还会考虑一些温室气体 这就是二者的主要区别 但如果我们特别的强调 说二氧化氈的零碳排放 这就应该是以碳中和是同一词了啊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 还有一个相关的词叫 气候中和 但是这个词的话 也有翻译成叫气候中性的 它指的是一个组织的活动 对气候 有没有产生近的影响 这个时候在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呢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不同的温室气体 还有更多的事啊 除了还要考虑气局部的 可能还有地球物理方面的这个影响啊 比如说辐射的影响 地标反照力的影响 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课程当中 所谈到的太阳地球工程 还有我刚才谈到的石油和天然气 开载过程当中 导致更多的甲烷排放 最终也有可能是直接影响气候的 所以从气候中和的角度来看啊 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天然气未必是一个好的能源形式啊 好这里我们先总结一下啊 碳中和此次以二氧化碳一关 而静灵排放就包括所有温室气体 气候中和呢 还必须考虑诸如辐射变化 等地球物理方面的影响啊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大多数公司来说 碳中和零碳排放和气候中和之上的含义呢 大家理解其实一样的也没什么问题啊 好 那么说到了中国雄心勃勃的提出了碳中和的概念之后 那么的确呢 当时就受到了全球的关注 因为我们是个大国嘛 我们的碳中和目标当中 并没有明确的说明 关于控制甲烷排放的问题 因为天然气开发在我们国家还刚刚起步 以其他能源形式相比呢 在全球的占比也不是很高 还没有到限制的程度 而且最关键的是控制甲烷排放 目前并不是一个依靠人的努力可以做到的事 大多数问题啊 我们还没弄清楚 我们后面慢慢再说到这个事啊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不是很积极的啊 但即便是如此 在2021年英国格拉斯哥 当时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面 中国呢还是给足了美国的面子 一起的话特意就控制甲烷排放问题 达成了一个协议 叫做中美格拉斯哥联合气候行动 气候行动联合宪言嘛 这个的话就是将甲烷减排的议题啊 推到了激光灯下面 至于能否真正做到减排 我们一定会跟上大多数国家的国际社会的步伐 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代表的国际社会啊 我们要以大多数国家来一起探讨甲烷排放 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特别是要有既有操作性的问题啊 坦率的说啊 从全球的尺度来看 以二化碳排放相比 我们目前并不知道人为影响的甲烷是如何排放的 哪些排放所占的份额更高 如果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 那就无法有的放肆啊 对吧 也就不知道在哪儿减少排放嘛 随着全球越来越关注甲烷控制的问题 那么就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研究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甲烷的最主要难言是什么 第二个是最严重的难言是什么 从这两个问题我们就知道 目前最主要的难言不一定是最严重的问题 对吧 最主要的难言是指目前排放量最大的 但不一定是最麻烦的事 认识到了可能很快就可以消除 而最严重的难言是什么 甚至目前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的 或者即使认识到了 也没有办法消除的那些排放 从目前全球各方的数据来看 数据之间相互是冲突的 相互之间也无法引认 因此不确定很大 根据我们之前对于甲烷排放的认识吧 有三个行业可能造成了全球一半以上 还有人说是90%以上的甲烷排放 这三个行业的话就应该是包括 第一的话就是包括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等的化石燃料开采的行业 这就占到了35% 第二的话是垃圾填排场 废物和废水处理行业占到了20% 还有一个可能是一个大头 龙木也占到了40% 我们前面谈到科学家们并不能确定 为什么近十多年来甲烷水平会加速上升 但我们知道地球上死亡的有机物 在有氧的情况下会慢慢变成二氧化碳 在气氧的情况下可能会慢慢分解成甲烷 对吧 那么在自然界当中只要存在有机制 那么从进水的湿地 泥碳沼泽和沉寂物当中 都会有甲烷胜出 还有自然发生的森林火灾 也会产生一些的 我们来看看这篇文章吧 这篇文章它就说到了 湿地是甲烷的主要来源 占总甲烷排放量的30%到40% 湿地甲烷的排放 取决于温度地下水 为深度以及有机物的数量和质量 我们的数据系统模型表明 如果到2100年不遏制全球变蓝 世界湿地的甲烷排放量 可能会增加50%到80% 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 这都是自然循环的过程 即使没有人的干液也会发生 这一过程在工业革命以前 就在自然界当中它是持续存在的 但现在的规模更大一些 随着全球温度的上升 北极圈的附近 这个永久冻土它开始消融 这个也会释放出一定量的甲烷 这部分的数量更难估计 所以在很多研究报告当中 就没考虑进去 没考虑进去并不意味着没有 那么就根据芬兰和美国 可以加的一项新的研究 冬季较短和较温暖 那就会导致北部湖泊的 甲烷排放量的增加 较长的物冰期 会导致甲烷排放量的增加 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 对吧 那么在芬兰呢 湖泊就是目前变南之后 湖泊的甲烷排放量 可能会增加60% 那么永久冻土 是连续两年 或者是更长时间 保持冻结状态的土壤 它通常的话 有土壤啊 原石啊 沉寂物啊 将这些元素 它结合在一起 形成不同数量的冰 不幸的是呢 这真是汽油变化 正在发生的事啊 北极地区的 永久冻土呢 是世界上最大的 有机碳天然库啊 而北极的变暖速度呢 还就是地球上 其他地区的两倍 那就导致了冻结数万年 甚至数十万年的 含碳永久冻土的融化 当永久冻土融化的时候啊 土壤当中的土壤维生物 可以将碳转化成二氧化碳 或者是甲烷 释放到大气当中 所以永久冻土融化 而可能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这个你可以描述成 是一个定次炸弹 气位上升可能会触及 湿地释放出更多的甲烷啊 而大气化学变化 可能就会减缓 甲烷分解的速度 就是我们大气的变化 最令人担忧的 就是我们几乎无法控制的 这种可能性的成材 其实人们日常生活所需 也可能是一个排放的主要方面 天然气目前的话 已经是许多国家家庭烹饪的 首选燃料 我之前有一名研究生 现在在美国斯坦普大学 做博士后研究 他参与的一个工作 就是对美国日常生活当中的 甲烷释放进行调查 他们的结果发现 不合适的燃气设备 会导致天然气的泄漏 那么带有主动排风 砖式的热水器 泄漏的会更高一点 我们的这个热水器 大家的应该是都带有 主动排风装置的 平均算下来 这些泄漏的甲烷 所增加的温室其极的效应 相当于额外增加了 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排放 也就是说你在燃烧的时候 不是同样会排放二氧化碳吗 那么你这泄漏的甲烷 相当于又增加了 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排放 当然这是不是可以通过 造机的工艺的改善 得到解决呢 我这篇文章的话 是这样认为的 还有这篇文章 是另外一个人 在法国巴黎的研究 说在这个法国巴黎 2018年9月到2019年3月期间 搜集的数据进行了17天的测量 提供了街道甲烷混合比 来源类型识别和排放量化的空间分布 因此在巴黎检测到90处潜在的泄漏 这分成为三种泄漏 一种的话是天然气配送网络的排放 就是网络本身占63% 污水管道的排放占33% 还有建筑物加热炉的排放占4% 我们一般没有这样的这个炉子 在欧洲很多国家都有 但另外一些的话就很难说了 比如说这个水稻种植区 这一半属于人工尸体的范畴 这同样的话是 存在湿地甲烷排放的问题 还有这个奶牛和其他反畜动物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他们在消化食物当中 会打嗝会放屁 也会导致大量的甲烷排放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农业细木业产生甲烷的比例 它究竟有多大呢 但不管有多大 你想要去控制这些行业的甲烷排放 那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从农业发展细木业的发展来看 你如果要改变 那么人的饮食结构就要改变 那么还有是不是可以改变 深处它生理功能的变化来 这个你要改变是可以的 我们说现在这个生物科技很发达 但是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 所以要控制农木业的发展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 首先这部分产生的甲烷气体排放 它是自然碳循环的一个过程 其次从可操作性来看 农木业具有很大的不可替代性 它是一个刚性需求 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可操作性 化石燃料 我们可以考虑用风能太阳能来逐步代替 对吧但是大米动物肉类这样的饮食问题 目前找到有效的替代办法 有很多人说呼吁说少吃肉 甚至不吃肉 也许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如果将类似的问题以环保挂钩 作为一个减排的规定来进行执行 那就是不讲道理了 其实也缺乏足够的亏计计 对吧 在我们国家 稻米作为最主要的口粮 又有着特殊的地位 我们的确应当重视粮食生产当中的甲烷排放的问题 但显然不能够让减排问题 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 我们要保持警惕 季节跟风 任何政策都不能够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而降低我们的日常生活质量 对吧 依靠降低生活质量的策略 最终都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科学家们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也确实找到了一些减少畜牧甲烷排放的想法 比如说通过添加一些脂肪 或者海藻来改变牛的饮食结构 似乎的话可以减少动物排出的甲烷量 还有封盖垃圾填埋场 以前不是泄漏吗 就把垃圾填埋场再密闭一些 然后把它产生的甲烷的话 是不是可以就进行发电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技术 早期发电技术的话 就是可以挤不挤这个问题的 对吧 所以把早期发电酱放到垃圾填埋场 早期发电 这个技术发展还已经有很多年了 但是这个技术本身 它提供的不仅仅是清洁能源 不仅解决了早期工程当中的环境问题 也消耗了大量的飞机物 那么在保护环境 减少温饰气体排放的同时 我们称之为叫做 还变废为宝的 产生了大量的热能和电能 对吧 这完全符合我们叫做 能源再循环利用的环保概念 对吧 而且还有极大的经济效益 这何来而不为呢 所以这是一个方向 那么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减少甲烷排放可行吗 相对来说 减少开采和利用过程当中的损失 对于这个行业自己来说 它应该也有着极大的经济动力 对吧 所以动力是十足的 同时的话 也有相对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 只是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 同样还有垃圾填埋场 农田和煤矿经营地 也可以通过相应的设备和管道 来收集一些甲烷气体 然后用作软料或者是发电码 这样既可以减少甲烷的释放 又可以提高附加的效益 也许在工艺上的改进 进行了规模化生产之后 在经济上就有足够的利润了 对吧 就是现在的话 你不达到一定的规模 所以看不出来 随着社会从化石软料 过渡到绿色能源 世界各地的话 属于百万计的石油和天然气 锦道就天然气锦将被废弃 如果不进行处理的话 这些废弃的油气锦 它其实仍然是有很大潜在的风险 这已经上升到非常高的比例了 所以快速确定这一些油气锦 对气候空气水和其他环境的影响 那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说这篇文章 就是谈到了 我们发现废弃井的连加万排放量 在加拿大被低估了150% 在美国被低估了20% 即使包括的测量数据的话 比当前清单当中使用的多两到三倍 这个是英文当中是这么说的 我们发现废弃井仍然是最多的 美国的甲烷来源不确定的 这也成为加拿大最不确定的甲烷来源 还有一个研究说 说英格兰还有2000多口路上的油气井 其中1700口已经退役了 退役的时候 那个油井只是用水泥简单地堵了一下 但其实这个泄露的程度还是挺大的 这个地就用于放木或者耕作 事后也没检查过 就是它们是不是泄露 按照我们以前的估计 伦敦的垃圾填培厂是最大的加拿排放者 对吧 但现在来看的话 如果把这个算进来 有可能油气井的天然气泄露的话 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对温斯气体的减排 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的检测手段 否则的话就无法有效地进行监督了 而气候学家们还发现 尽管一些大公司声称 它们已经减少了排放 但实际情况就可能比它们的报告要糟糕的多 许多所谓的泄露它不是偶然的 还有一些日常维护期间也有不少的释放 我们的话就用工业标准红外摄像机的话 就可以拍摄到 我们也可以在地面上发现甲腕 一旦在地面上看到了这些东西 找到并验证了圆 那么线动的话就很有可能是会得到修复的 你看到了嘛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研究当中所使用的成像传感器 如果你把它放到飞机上面 或者是达到一定的高度 也可以用于更大面积的监测 甚至精度还很高 可以达到5到10米的范围 然后你如果将高分辨力相机所获得的雨流 以地面上的设备相关联 比如说石油和天然气景 压缩机 管道 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泄露的 在美国的油田 故障设备占到潜在温氏气体甲腕排放的 最大来源的一半左右 那么我们仅仅就使用一个配备传感器的飞机 就进行调查 就发现了最持久泄露的 有123个点源排放 然后如果你要进行修复的话 这样每小时就可以估算 就可以减少55吨的甲腕排放 刚才我们也说到 这个深处的排放监测 日常生活当中的排放和泄露 这些面源排放也是最麻烦的 是吧 在路地上 十多年前研究人员主要就使用 这个红外传感器来监测 空气当中的甲腕浓度 然后不同的时间的监测 得到浓度的变化 最后的话先以估算 这种方式用一点源排放 似乎还说得过去 但是对付面源 那其实是困难重重的 所以甲腕监测 可能还是会指望卫星摇杆 那么法国的一些科学家 利用甲腕监测卫星 就是专门监测 甲腕的卫星 测量出石油和天然气业务 有多少的排放 对吧 以进行比较 就会发现 他们通常是公司 他们自己报到的两倍 K家们还使用卫星的话 对全球叫做 1500多个点吧 这个重大的甲腕泄漏 进行了观测 但他们估算的话 大概有数以万计的 这种小的泄漏 这是1500可能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吧 这是2018年2月份 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口天然气井 发生了爆炸对吧 这是对它的这个监测 它向大气就释放了5万吨以上的甲腕 这个数据就是有欧空级的 哥伯尼扫兵这个卫星 它称为5P这个卫星所监测到的 哥伯尼扫兵5P卫星的作用是每20小时 绘制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大气气体分布图 可以用图像记录污染气体的这个浓度 这个卫星呢 它有一个配备的对流层 称为叫做对流层监控液 TOPOMI 就是长的就是这个样子啊 它可以提供分辨率高达 7公里乘5.5公里的甲腕数据 这就是它的分辨率嘛 它就监测到了这次甲腕当中啊 由于紧喷 每小时释放了120灯的甲腕 当然这也是点源泄露的这个检测啊 但让时效性的话就大大提高了 对吧 就很快就可以看得到 而在2016年6月 加拿大温石积极公司 这是另外一颗卫星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名字叫GHG Sight 这个星座的第一颗卫星 这个卫星的话好像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克莱尔 它收集了全球工业设施的 6万多个甲腕的测量值吧 它就能够将甲腕的泄露 归因于特定的工业设施 我们还是说回到 刚才说的北溪天然气二号 天然气管道的泄露的检测嘛 检测的最好的一个设备的话 就是这个GHG Sight 它当时的话就是瞄准着太阳光 从海面反射最强的 气域的话来进行监测的啊 最后的监测结果的话 它说9月30号 第一次甲腕浓度测量的 估算排放力是每小时7万9千公斤 好这个GHG Sight的测量技术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还是非常敏感的啊 据说它还可以监测从高空当中啊 监测很量化 使用场流打嗝的时候 成掉的甲腕量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是不太好做吗 对吧 但是目前这颗卫星的话是可以做到的 而如果我们结合哥白尼 邵宾5P就前面提到的 和GHG Sight的这个高分辨率图像呢 研究人员的话就做了一个实际的这个测试 这是对之前说到的就是垃圾填埋场 这种面园泄漏进行的估算 这是对西班牙马德尼啊 市中心的垃圾填埋场甲腕陷落的话 就发现在2021年这个八月 这两个垃圾填埋场 每一小时排放了8.8吨的甲腕 我们就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么通过测量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个卫星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世界各地目前正在发生的事 了解排放物的来源 以及它们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 那么有了这些量化的数据呢 我们就只要做的更好一点 我们就可能会改变之前的游戏规则